大家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日,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的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美联储9月份行动是有可能的 美联储官员本周获得的数据证实通胀仍然处于虽然崎岖但趋势向下的道路上 不过,决策者们不太可能改变口风,料将继续坚称需看到更多这方面证据 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联储青睐的核心通胀指标4月降温,增幅为今年以来最低 第一季度GDP增长率被下修,数据显示4月份消费支出意外下降 这些报告描绘了一幅经济正在放缓的景象,与决策者所希望看到的一致 消除了对价格上涨加速的担忧 但官员们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希望获得更多此类证据,之后才会做出降息决定 一位经济学家表示,通胀恢复了下降,这是美联储乐于看到的 他说,这只是一个月的数据,可能还要看好几个月的数据,才能确认通胀恢复下行趋势 7月份降息可能性不大,但如果这个趋势保持,9月份行动是有可能的 6月11日到12日是政策会议日,官员们料将讨论当前的利率是否足以给经济增长降温和推动通胀率达到央行2%的目标 纽纽约联储行长周四明确表示,他认为充足证据表明货币政策正在抑制经济 下半年通胀率将继续下降 他补充说,加息可能性不大,但其他人则没有那么有信心 达拉斯联储行长周四晚些时候表示 高利率可能不会像官员们认为的那样,拖累经济增长 决策者需要保持选项开放 大多数决策者都不确定首次降息的时间 但6月会议的点阵图将让人们了解他们对今年降息次数的最新预测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投资者预计美联储今年将降息一次 好,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的美股 我们看一下AVJO博通,他的周线图 本周的周线K线是一根强劲的阴线,表明市场在回落 事实上包括英伟达在内的图,半导体领域大部分也都是回落的 那我们不妨在这里画一个斜向的支撑区 这个斜向的支撑区呢,表明之前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局部的架构 局部的震荡区间 那么这个震荡区间呢,再次被回踩 那我们看到倾斜的下跌小趋势线呢 目前似乎构成一定的支撑 但由于本周的周线K线空头过于强势 所以呢,多头呢,仍需观察下周多头止跌的态势 那如果无法形成有效的止跌架构 那么对于这个图来说,它至少要恢复到震荡区间范围内 悲观的话,它有可能啊,形成一个大型多头波段的一个顶部架构 给出更深的回撤 那目前呢,还不能确定啊 它究竟是在这根倾斜的下跌趋势线上方就能止跌 还是再次恢复到震荡区间范围内 因此呢,多头应该耐心的观察 这是周线图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日线图震荡区间往上突 发现突破失败,或者说突破回踩了 这个回踩能不能有效止跌呢 是不是需要下周来确认呢 那下周如果不能在这形成强劲的大阳线 那么市场呢,完全有可能再次恢复到震荡区间 继续震荡 对吧 那如果呢,在本周早些时候 多头呢,在这做过减持的处理 那理论上呢,你是震荡行情的交易者 你是在震荡区间的阻力区啊 选择了卖出 或者说,你在这里画了一个局部的多头小趋势线啊 趋势线出现双重顶 然后往下来 对吧 趋势线上涨 破位,反弹测试,失败,往下砸 那这就是一个局部的小双重顶啊 所以呢,局部波段交易者和震荡行情预期的交易者 他们做出了一致的操作 那就是卖出 那么对于大型趋势行情的交易者呢 他需要在下周继续观察这里进一步止跌的情况 那考虑到当前空头还是较强啊 本周的日线级别的空头相对较强 因此呢,下周止跌的难度呢 会略微大一点点 所以多头啊,要关注这个位置 再往下跌的话 对吧 要考虑啊,继续震荡这种可能性 悲观的话,跌破支撑区 恢复到一个大型的回撤啊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下一周啊 这里非常的重要啊 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一小时图 一小时图呢 如果是按照这根倾斜的下跌小趋势线作为支撑的话 那这位置在一小时图上也确实有可能给一个反弹 因为你这里呢 还可以再画一个下跌小趋势线 接下来 弹 弹 看能不能弹起来 对吧 那如果能弹起来 回落又弱势 然后迅速的止跌 表明后续呢 仍旧要上涨 表明这个就是一个上涨中继啊 好 这是对 这个图的一个预期 我们看一下 阿斯迈尔 ASML 它的周线图 它的周线图要比刚才的图要 滞后一些 我们看到它局部方向呢 这里也勉强可以画一个震荡区间 那刚才那个图呢 已经凸上去了 然后再落下来 这个图的周线图 目前还没有被多头向上 形成有效的突破迹象 没有任何突破迹象 相反 本周的K线呢 有些犹豫 是一个小空头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对它的预期呢 我们也要观察啊 因为周线级别的指标 目前都是死差啊 想要形成均差 必须得强劲的向上突破 弱势的回踩 然后再强劲的止跌 我们说新一轮的多头大趋势呢 才有可能回归 否则呢 也有可能疲软啊 走一些局部震荡行情 我们看一下日线 我们日线的交易者呢 应该是在近期呢 选择了新的一轮的布局多单 也就是抄底做多 那目前呢 应该还在持仓的过程中 对吧 那目前就保持这种状态就行了 也没有什么买卖的决策 顶多是有些人觉得啊 有可能跌回来 那你就按照跌回来的思路去做 那有人觉得后续 我不管这个震荡不震荡 我只觉得后续还得涨 那你就先持仓 不要动 不要乱动 把局部小多头趋势线画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个图究竟会怎样呢 我觉得啊 都有可能啊 也就是说下周如果市场整体疲软的话 特别是半导体领域还需要疲软的话 那完全有可能继续震荡一下 是吧 当然震荡行情最终的目的 应该还是为了上涨 好 这个日线图 你看周五这天呢 也是往下砸 又抬了起来 说明空头还是不够强势啊 比刚才那图 相比啊 阿兹梅尔的空头 目前还不太强势 因此呢 这个位置看看周一周二能不能 凸上去 向上突破 好 因为我们啊 新一轮的建仓 大概就在这附近啊 大概在900到920之间 这个区域 对吧 新的一轮的建仓 位 那么后续呢 就看能不能往上走呗 好 这是阿兹梅尔 我们看一个强势的龙头鼓 LLY 这个图的周线图 很显然要比刚才的第一个图 要强势一些 本周的周线K线是一个阳线 回踩 反弹 哎 形成了一个止跌的这种感觉 那么当前的阻力区呢 已经变成支撑区的感觉了 在周线图上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日线图目前也维持了一个多头的态势 不妨也可以画一个 呃 先画一个长线的 趋势线 再画一个陡峭的小局部 多头趋势线 就可以了 那目前空头强势回归了吗 没有 猜顶吗 不猜 看长吗 看长 基本思路就是这样啊 对吧 空头没有强势回归 表明之前 这两根横线之间的震荡 属于上涨中继 因为我们是顺着大的方向去预期 而不是猜顶 我们不猜测顶部 我们是顺着往上看 直到出现顶部架构 你看之前 这位置也完全可以成为顶部啊 但是人家最后变成了一个震荡区间 然后呢 选择了向上突破回彩指定 那这样的话 还得看长 好 现在做多可以吧 我们既然不猜顶 说明这不是最高位 按照我们的逻辑 是不是最高位 只要不是最终的顶部架构 都应该去做多 好 这是LLY 看一下奈飞的周线图 有了刚才LLY的图的解释 那么奈飞NFLX这个图 似乎呢 就给了人更多的希望 差不多 那最高位就是700这一代嘛 那么本周的周线K线空头强势吧 不强势 它更像是对 我们还是用这方框 更像是对之前这个 震荡区间的一个突破回彩 它的回彩力度目前还未显示出来 也就是说 回彩的力度偏轻啊 偏弱势 这样的话 接下来呢 是有可能继续往上涨的 它和第一个 伯通的图相比 伯通回彩了一下 对吧 那如果奈飞回彩呢 奈飞回彩 我们也后续还是要看涨 因为你看这个周线图 奈飞的周线图 它多么的强势的一个多头波段 局部小多头波段 那有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表现 更不能去轻易的踩顶 我们不妨把这个长线 趋势线大概画一下 好 你看 空头弱是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 周五这天 是不是踩了一下方框的上面沿 也就是当前是支撑区了 原来是阻力区 他这踩了两次了 踩下来 弹起来 再踩下来 再弹起来 那么周一周二给出阳线就好了 就更舒服 这是一个边 拉升横盘 拉升横盘 再拉升的一种状态 那么当前处于第四浪 此轮反弹是第四浪 第五浪呢 就有可能去尝试向上突破 七百一带的阻力区 创新的历史高点 好 这是对奈飞的预期 奈飞也同时可以画一个局部的 新的多头小区之线啊 看看能不能再走出一个 大五浪 向上突破历史高点 Meta呢 Meta Meta 这个图看起来似乎比 刚才那几个图 稍微小悲观一点 因为它的涨速呢 比它们要慢一点 大家同时止跌的 但是它的速度会稍慢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洗一洗盘 你看之前这一波在这 其实我画这方框呢 其实就是相提理论 所谓相提理论就是 震荡区间的意思 就是比如说多头行情里 就是上涨中继的意思 那么同理 当前位置也大概可以画一个箱体 它目前还处在箱体范围内 那实际上它的殖存点就是在下方啊 那么上方最高位的阻力区没有被有效向上突破 所以多头应该耐心的等待 耐心的持仓 看看什么时候向上突破 不过目前由于它局部方向 这有一块啊 密集的震荡区间被砸破下来 形成了对当前K线的阻力 所以市场在当前这里周线图上还在洗盘 但是当前特别是本周的空头强吧 不强 本周的空头K线非常小 实体部分非常小 你看之前的阴线多大 也就说明呢 对于龙头骨来说 哎 这个位置有可能是此轮反弹的一个中继 然后呢 A B C 摸上C一下 对吧 A B C一下 就去摸到最高位了 说C不上去呢 C不上去 那就一直在这里横盘一下呗 你看上也不是行体震荡区间 就是稍微在这震荡了几周再去测试 然后再砸了一下 再突上去 再回踩再止跌 是吧 所以大家要对这个龙头骨 或者说啊 大部分科技龙头骨呢 要有耐心啊 因为洗盘可能还没有完全彻底的结束 特别是我们看到周线图的指标 还是一个开口的死差 因此呢 这里势必会要震荡 长线交易者肯定是没卖哈 那么短线交易者呢 他也不一定会卖 因为还没怎么涨 我们看一下日线 是吧 还在这里震荡 那这样的话 看接下来震完了 能不能向上再去测试531 这个最高点 好吧 整体目前还不能看熊市啊 先看一个上涨的震荡区间 我们看一下微软 微软的周线图 本周的周线K线 是一个中等强势的阴线 有人说 你把箱体一画就明白了 你啊 他又是在箱体 范围内哈 进行震荡 是吧 哎 那这样的话 只要他不跌破的下边 我们都第一假设这里是上涨 中继啊 大型的上涨中继 把它当作中继来对待 是吧 你看之前 我们多画几个 就有感觉了 然后这里 这来震区最后选择向上突破 对吧 历史上有好多哈 大家可以自己去画一画 那能能看涨吗 理论上 我们应该假设 他上行概率高 但是 他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他要震一震啊 对吧 要洗一洗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周五这天实际上 再次跌下来又弹了起来 这表明呢 市场还是完全有可能啊 继续恢复到强劲的牛市的哈 这个震荡区间迟早会往上突破 向上突破阻力区 对吧 能感受到这一点吧 有人说感受不到 你看之前这儿 猛烈的跌下来 然后迅速的反战上去来 多头强吧 多头也非常强 是吧 那你看 本周跌下来 哎 周五弄上起来 那你说空头强吧 空头是强了一天 周五这天是也强了一下 但是呢 也被围了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 周五这根K线 会给空头一定的挫败感 那新的一周呢 只要多头 这个再给出一到两根阳线呢 就有可能再次恢复到多头 不过呢 对于震荡区间来说呢 目前还没有摆脱阻力区 对当前K线的阻力 因此呢 新的突破型交易者 还在等待向上突破 再去加仓啊 而震荡区间的交易者呢 他有可能在相提的下边沿 去选择加仓的处理 好 这是微软 整体上还是要看涨 大的方向上是看涨 我们看一下Coin C-O-I-N 他的周线图 本周的周线K线 空头强势吧 不强势 上周的阳线大吧 大 本周的空头K线小 就相对于前面来说 空头比这个阳线要弱势 比多头要弱势 这样的话 我们假设原有的趋势线 还没有被终结 所以有没有可能 再恢复到震荡行情 也是有可能的 他实际上 他也是一个相提内部 在震荡 什么时候选择向上突破 还不清楚 也许接下来一到两周 就凸上去了 也许呢 这个箱体呢 又变得更宽了 是吧 都是有可能 只要是宽幅震荡呢 上行概率是更高 因为我们是顺着 大的方向去预期的 现在没进入到熊市 有的人开始猜熊市 这是不对的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也在箱体范围内 还在微微震荡上行 说他为什么 那么边拉伸边震荡啊 边洗盘的 因为这不是有阻力吗 这些小反弹都是阻力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缓缓上行 说有没有可能崩盘 当然有了 那他跌破箱体的支撑区 就可以了 或者跌破我们的长线的 多头趋势线就可以了 他跌破了吗 没有 所以呢我们要观察 我们说箱体 它还是一个震荡区间 它也完全有可能演化成 反转形态 形成空头 形成顶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第一预期是先看震荡上行 它还没有跌破箱体的支撑区啊 趋势线也没有被跌破 因此应该往上看 我们看一下高通 高通本周的周线图 是跳空高开之后 随后有一定的回落 这非常正常 所以有没有可能再给回落 有啊 洗洗盘会更舒服啊 对吧 你看周线级别啊 陡峭的拉伸之后 给出一波洗盘 非常正常 它和英伟达不是类似吗 对吧 都是冲高之后啊 给出洗盘 我们看一下日线 它没有 目前还没有响体 但是之前 这有一波是响体 也就震荡区间 上涨中继 都是这个叫法 那么当前呢 目前肯定是在给出一波小回撤 如果你把最陡峭的趋势线画一画 你会发现它有点破位 但周五这天空头呢 又反弹了一下 但这种下影线 它也有可能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一小时图 它也完全有可能是 下跌波段中的一个小反弹啊 那么后续仍旧可能震荡下行 究竟它是继续震荡下行 还是在当前这位置 形成一个新的箱体 这个是有分歧的吧 我们说 洗盘行情可以是稍微深一点 也可以是在一个箱体内震荡吧 那么拆箱体的 也可以把它画好 你看上一波箱体 它实际上是一个窄幅箱体 然后呢 稍微呢给刺破了一下 形成一个 这个高度又变高了啊 变深了 所以说这个洗盘架构呢 它其实不好 一开始就判断出来 究竟是什么样的 对吧 好 大家可以再观察一下 接下来 在这根下跌趋势线附近 在下跌趋势线附近 能不能啊 拖上去回踩指跌一下 这是一小时图啊 那么日前图呢 感觉洗盘的时间太短了 就洗了两天 对吧 洗了两天 说为什么洗盘洗了两天呢 呃 因为呃 周三是十字星K线 周三也算是一天吧 那就三天 呃 周四周五收盘架都太接近了 都不算是洗盘感觉 对吧 周四周五收盘架就这么差一丢丢 所以它这洗盘的深度太浅 目前 所以说空间上还不够 那如果它是横盘洗盘 那就是说空间不给你深度洗盘了 我给你时间上洗一洗 对吧 啊 这两种 也就是说你到底是想快速洗盘 还是慢速洗盘 慢速洗盘就是浅跌横盘 快速洗盘就是深跌 那两种行星都是有可能 但它当前就是洗盘哈 那么后期会不会反弹上去 有可能啊 它也可以以震荡区间震一震 好吧 这是对呃 高通的一个预期 好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的周线图也是类似哈 那它的箱体有吧 其实这有一个 对吧 它属于突破回彩架构 跟刚才有一个图挺像哈 但是啊 它属于更高位置的一个回彩 说后续有没有可能指跌 这就不好说了啊 因为现在周线图是阴线 我们应该画好日线图 的趋势线 你会发现 陡峭的趋势被终结 下跌小趋势正在给出 新的一周 这里只跌一下就行了 对吧 能只跌的话 说明箱体支撑 支撑住了 对吧 那如果再跌回来呢 说明这是一个假突破 向上的假突破 真正的箱体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这箱体呢 也都是事后画会好一点 那么你事前画呢 你就会感觉 哎 这凸上去了 所以呢 谨慎的画法是画到最高点之啊 说明它现在还没有有效突破箱体 有可能再次在这里震荡啊 我们倾向于用悲观的情形去预期 还在震 对吧 所以下周呢 早些时候也有可能继续洗一洗盘 洗完盘之后呢 再涨 或者是一直就洗一洗 洗一段时间了 好吧 好 这期呢 我们分析了一些重要的图啊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整体的大方向还没有变 可能都恢复到震荡区间而已 好 下期我们继续从戴尔说起